各位好,我是極度專業 歡迎收看極度不專業DIY教學 來 我們今天來換這個野狼的油杯 油杯就是這個 好,這個新的 OK 要調暖一點 好 那原廠這邊就是 十字的 好,轉開囉 這是半自動油杯 好,這個就是位置諾油 這個拆的時候就是要像剛剛那樣 就是要壓緊 好,不要讓螺絲滑掉 就拿起來 好,借我看一下 好,那它半自動油杯就是有 長的跟短的 那一開始 D4我們 初始設定我們就是設長的 這個比較高的 你看這樣就是這邊 油就是這樣一直用一直用 用到這邊 高的 這個 意面結束之後 它就 欸,車子發不動了 我們就切到下面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騎到加油站 加油 油杯 我剛剛去查一下 就是 轉到上面啊 這邊有個箭頭 轉到上面的話就是 它的油會一直漏一直漏 你不用發動車子 它就一直漏 那 一般我們是使用轉到下面 那轉到這個水平的呢 就是走這個短油路 我就說你沒有就是把它轉到水平就對了 好 這要怎麼清一下嗎 還是就直接 欸,清一下好了 它表面有一些那種 粗糙的地 那邊有一個喔 那邊有一個 那個刮刀 你可以拿那個來稍微 推一下 欸,不是 這錯刀 黃色那一隻 對對對 那一面嗎 對對對 那一面 小心喔 那個提 讓我刮下來 我來好了 我來尻好了 來 你幫我拿著一下 稍微尋過就好 好 你看那個髒東西 被尻起來 摸起來 平整 就可以了 然後 煞車盤清潔劑 可以喔 稍微噴一點 稍微噴一點 好 來 把這些髒東西擦掉 好 拿一顆去比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來喔 這個油杯準備安裝啦 我就放上來 方向是對的齁 對的 你這個電 你剛剛這個是有放一個橡皮嗎 對 對 這邊有放一個橡皮 螺絲這邊有放一個橡皮 這樣鎖得到嗎 這個我們換了一個螺絲啊 原本的太秀了 有鎖到嗎 有 這個比較短耶 這個比較短 這個我看一下可不可以 不行 就是先用 原本的 可以嗎 不行 有沒有咬到 咬不到 那用原本的 好 我們剛剛那個油被忘記拍給大家看 就是 要注意 它有一圈橡膠 要不要把它拿下來看看 好 拿一下來看一下 好 這裡就是有一圈在橡膠 這個要記得裝 沒有裝的話會漏油 汽油會漏出來 很危險 好 嗯 它原本沒有金屬的電片 這個電片厚度也差太多了吧 因為鎖緊之後它被壓扁了 然後那個汽油 有漏油的話 那個汽油 又會那個 咬它 咬它 這兩個螺絲到底有差 這樣有鎖到嗎 稍微壓一下 鎖的時候 有嗎 有嗎 鎖不到 那趕快那短的就可以 要壓一下 對 因為它有厚度嗎 嗯 欸 不知道是怎樣 再起來 壓大力一點 有嗎 還是沒有鎖進去的感覺 好 我來看看 好 幫你 這真的不是那麼好壓 在旁邊看的 這樣很爽 真的 這可能是因為我 它那個電片差太多 還是我另外一根比較長 電片差太多 對 電片差太多 這比較厚 電片差太多 翻到你 先停止錄影 幫你找一顆 停止錄影 OK OK 那我們就繼續來裝啦 好 螺絲放上來 這個 我就不好裝了 這有怎樣 還是要換另外一邊 等一下 這是8號的 8號 換另外一邊 這樣也差不多 好 到一個管卡在哪裡 對 轉不動欸 轉不動 OK 那邊 那邊可能是有卡膠 卡膠 卡膠還不會漏油 空裡面有膠喔 對 不是我是太長了 它應該有一個 我們把它鋸掉就好了 這麼小啊 沒錯啊 就把它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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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掉它有繞鋸 鋸掉它有繞鋸 送上斷頭台 沒錯啊 斷它的螺絲頭啊 用這個可以鋸啊 沒錯啦 這樣會不會太短 這樣會不會太短 還是這樣 好 有點膠味欸 沒點喔 因為 它白鐵太軟了 很韌啊 它就一直摩擦 對 錯到 這個太細了 要把這個 摩擦 摩擦 指甲 你說 稍微把這個 頭摩圓 因為我們沒有倒角的 不然有那種倒角的 就直接咦咦 它這邊就圓了 好嗎 所以等一把這個 讓我按加的 隨便 是 兩把這個 走 正在 好,我覺得這樣應該可以 OK,那我們上來啦 成功 是喔 因為我們剛剛如果沒有磨刀角的話 它有可能會進不去 好,這樣 好 好 再燒了 好 搖晃一下 OK 那這樣子我們這油杯就裝好啦 雖然千辛萬苦,歷經千辛還有萬苦 對 OK 裝好了 好,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記得什麼開啟小鈴鐺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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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